香港人喜歡去旅行 創辦今宜假期的葉慶寧 分享自己在旅遊業界打軍的經歷 我入行時是七十年代初 而當時的香港經濟環境都不是很好 只要找到一份工作做就已經很好 就入行了 一做就做到現在了 四十多年了 到現在 葉慶寧仍然保留電話 24小時On Call的習慣 他說做旅遊賺的都是深思錢 一直靠做冷門旅遊線出名 最難忘的是2011年埃及的莫里花革命 埃及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旅遊地方 每年都吸引了全世界很多遊客 去看金字塔、尼洛河 在那段時間出事後機場封了 封了一個機場 而我們就覺得市局 證局不穩定 證局不穩定 我們需要安排他們回來 所以我們就跟埃及航空公司 安排透過我們當地旅行社 自己的公司 安排他們坐飛機 就由開羅飛去曼谷 曼谷再回香港 我們接著疏殺了幾百人 而當時的特區政府也派了一艘飛機 去南部落屬 去接載其他香港客人 就回香港 回到香港後 很多團友寫信 都讚我們 也有些打電話來感謝我們 過去幾年 有不少國內財團 收購香港旅行社 葉慶寧認為 是對行業前景有信心的表現 但亦衍生一些問題 就是這幾間被人收購的旅行社 很多員工都有變動 新老闆來 舊的員工自然有一部份 就離開 或者轉去轉工 所以突然間過去兩三年 取高了行業的薪金 都加接影響到我們公司 所以在利潤上越來越收窄 暫時解決不了的問題 去年金義假期成功爭取 從香港飛抵埃及的直航服務 埃及航空公司也派人 來到金義的辦公室坐鎮 多了旅遊網站 方便旅客預訂機票和酒店 旅遊業界的競爭更為激烈 很多中小型旅行社 都要靠開闢新業務來支撐生意 葉慶寧就積極將公司發展成集團 旗下有地產、茶餐廳和酒教生意 現時旅行社的收入 只佔集團總收入的20% 清潔幾分 adultус 搖亂